一位38歲的泰國外籍移工 來台三年多 空閒時間就利用數位相機 記錄他們的離開工廠後的視野 相片中以台南為背景 透過不同國籍的角度 傳遞台南之美 牆壁上一張一張細膩的照片 除了有台南公園的美景 還記錄下了台南的文化 風土民情 細膩層柱 不輸給專業攝影師 攝影者也是一位特別的人士 他是來自泰國的外籍移工 蘇帕財 他空閒時常常利用數位相機 記錄下不同國籍人士眼中的台南 喜愛攝影的蘇帕財 喜愛攝影的蘇帕財來台工作三年多 休假日在台南各處走逛 而期間所拍攝的一千多張攝影作品 也漸漸堆疊出在異鄉生活打拼的足跡 為此 台南在地關心移工的組織南南 特別為蘇帕財舉辦攝影特展 希望透過不同角度的詮釋 讓外界看見不一樣的台南 他幾個移工的身份短暫停留在台灣 其實他在假日的時候去台南走走逛逛 看到的那些景色一定跟我們 可能在台南生活很久的人 其實是會很不一樣的 策展單位表示 這次展出蘇帕財一百多張的作品 除了希望透過影像 讓外界體會蘇帕財內心世界的細膩 以及溫柔優美 同時也希望外界 看見他們在台灣落地深功後 所建築出的社群生活以及文化 記者文正恆台南報導